做视频不想出镜,用什么方法来生成虚拟形象? 大家好,我是老王,欢迎来到躺着镇点前 本期视频分享下如何使用虚拟数字人工具,制作视频或者直播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创建虚拟形象 一,已经成熟的虚拟引擎 这些工具往往来自游戏公司 比如老王正在使用的Animus,以及虚拟公司开发的MetaHuman等 Animus简单免费,懂的话一分钱不用花 可以生成一个表情丰富,可操控的虚拟形象 老王以前的老机器,四核心处理器,1060 3G显卡 在两开分辨率下运行Animus表现还不错 现在的笔记本3060显卡,外接4K显示器,一样可以流畅运行Animus 录制视频和直播效果都很好 如果你只是想拥有一个自己的虚拟形象 不管是3D也好,2D的也罢 Animus无论是录制视频还是直播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MetaHuman,虚幻5游戏引擎的衍生产物 高端大气上档次 会玩的话能够创造出无限可能 这玩意只要电脑配置够 可以用来做电影级别的虚拟场景、人物等 一般中高端处理器搭配显卡都能跑通这个玩意 我们来看一下我使用Animus生成的特朗普视频 大家好,我是美国前走一同Champ 我要给大家宣布一样知识 一,我要举出2020年中途发现 我会击败拜登,重返白宫 二,我的好哥们搞了一个油管车道 名字叫做旁着正定情 怕钱没有挣到人类的同价了 做一个油管车道,太难了 要训练AI运营 要搞动法 还得把视频剪辑出来 吸尽苦苦20分钟做出来的圈子 播放次数还不到10次 这样的日子太难了了 我经常失败 还是意外服务 他做不好这个频道 就得回到产线 打博士 所以大家帮个忙 点赞、分享、评论、订阅 不懂你们的手指头 帮我的好哥们解决流量问题 谢谢大家 由于这个人物模型 是Animes预制的 免费使用 我可以使用它来做任何想要的视频 当然 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没有开摄像头 只是简单通过录音 让虚拟人物对口型 这是因为我比较懒 不想折腾 开了摄像头的话 Animes是可以同步你的表情到虚拟人物 还可以做动作 比如 这样 这样 二 可以通过部署在本地的AI换脸工具 比如 Deep Face Lab Roop等 它们可以实现视频的脸部替换 或者直播换脸 如果是视频 这些工具进行人脸替换之后 可以进行高清修复 你可以把自己的图像修改成任何人 甚至是卡通人物 动物都可以 但是做直播的时候 AI换脸技术生成的实时视频流 在清晰度上会差很多 这是因为实时换脸需要消耗大量的AI算力 非高端显卡甚至无法带动 如果你的显卡低于RTX2060S 显存小于6G 基本上没办法玩 就算是视频转换 体验都很差 更别提直播了 如果你想玩爽 12G显存的4070 似乎是最有性价比的选择 本地AI工具的优点是 覆盖视频录制 AI换脸 图片开口说话唱歌 高清修复 直播 AI语音 变身等功能 只要你会折腾 配置好环境之后 一劳永逸 可以享受无限制的服务 除了电费之外 你不会增加什么成本 缺点就是需要一次性支付高额的费用 一万以上的投入是跑不掉的 类似的AI工具 大多数配置复杂 需要配置Git Python等环境 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 新手小白不建议折腾 但如果你想长期在AI英视频领域研究学习 甚至赚钱 这又是必由之路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使用本地工具 Sat Talk制作的短片 嗨伊龙 我想躺着挣点钱 给我一点建议呗 躺着挣点钱 这个说法怎么怎么让我连想法 某个难以描述的特业 哦 我说的不是八宝金 今次谈了一些爱奇法老的莫乃义 这么个躺个就能收到门销钱 你要哥试试看 马路上车最多的时候 你躺在地上 大凡碰撞到一辆车 你就挣到钱了 只是 记得7000些好热 躺着挣点钱 行妙儿 要他自信你 哥们 我每天东方西走 工作16个小时 所以我是世界首富 那不都没礼拜的和我运会 我都抽不出时间 现在你和我说 你要躺着挣点钱 我如果知道如何躺着挣钱 我根本还这么努力 若普的换脸直播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我把自己的系统环境整崩了 正好订了新的设备 等到了之后一起折腾 以后再出视频展示AI工具的应用 三 各大科技公司推出的在线数字人工具 但这些工具一般只能用来做视频 无法用来直播 因为供应商太多 这里挑一些有代表性的介绍 首先要说的就是HiGen 这个公司的产品 无论在视频质量 还是音频质量上 都是相当好的 尤其是它的AI语音 仿真度超过国内 我见过的所有产品 即便是支币中文 也是如此 你可以通过上传一段视频 来克隆自己的虚拟形象 或者新建一个 然后通过文字 就能快速生成视频 HiGen提供了一些免费使用额度 供新手尝试 付费用户则可以很方便的 使用他们的在线工具 生成音视频 国内做的比较好的 有训飞的数字人 腾讯智营等 但是讲实话 和HiGen的国外产品有差距 机器味比较浓厚 在线数字人的特点是 上述难度低 产出效率高 缺点是收费方式 一般是订阅制 或者按照使用量计费 长期使用成本贵 在线数字人比较适合 创意丰富 预算充足 追求产出效率 对技术不感兴趣的人使用 这里我们展示一下 HiGen生成的数字人视频 4.紧急软件 类置的数字人工具 比如字节跳动的剪映 类置的数字人功能 其影视效果不错 AI语音的真实度 也能接受 使用方便 成本低廉 如果不考虑直播 对语音仿真度要求 不是很高的话 剪映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方案 这里展示一下 用剪映数字人做的视频 这一天 诸葛亮正和部下商量 怎么抵抗的事 忽然探子飞马来报 司马懿带领15万人马 朝西城打来 这时候 诸葛亮身边并没有大将 只有一些文官 他所带的5000兵 有一半是运送粮草的 不能打仗 听说司马懿的兵来了 都吓得心惊胆战 不知怎么办才好 诸葛亮到城头一看 果然尘土飞扬 卫兵分两路向西城杀来 诸葛亮传下命令 叫把所有的旗子都藏起来 城里的人不许随便出入 也不许大声说话 把四面城门全都打开 每个城门口20个老兵 扮成老百姓的模样 拿着扫帚打扫街道 如果卫兵到了 不要惊慌失措 诸葛亮吩咐完了 自己把讲究的鹤毛大衣一批 戴上丝肢的头巾 领头两个小童登上了城楼 坐在城楼上喝酒弹琴 总结一下 如果你只是想拥有自己的虚拟形象 用来做视频或者直播 那么老王首先利退的就是Animes 几乎没有什么门槛 如果你连Animes都不想折腾 就想用数字人来做一些简术类视频 那么简映数字人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想快速生产高质量的视频 推荐使用Higene的在线工具 如果你想通过酷炫的技术 为自己在直播视频领域创造优势 玩出花样 那么你可以折腾一下虚幻公司的Metahuman 以及各种本地AI工具 前提是 你要有一台好电脑 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和持续的热情 关于这些工具怎么使用 老王会在其他视频里详细展开 好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